嚇害者的究責處置 前面的說明大概有提到說 他其實就是還是會分有部會這邊的權責 所以一個部分是政治檔案條例 目前現行的規定當然是在立法當時的時候 有去做了相關的政體審定的工作 那的確這個相關的進度的部分 比較重要的現在可能是政黨的政治檔案的部分 還在持續在努力當中 那如果你提到的機關的部分 如果我理解沒錯的話 可能也許是在先前的相關機密的合定上 如果依現行的規定 比如說是列永久密的 像這些國安行政單位 他可能就不會被納入政黨案徵紀審定的範圍 或者說他就不隨同移轉 縱然他可能是政黨案 但是他不會移轉給檔案局這邊做開放應用 但是前面大概有提到說 因為目前政治檔案條例的修法正在進行當中 所以這個部分其實如果依照目前行政院 就國發會提出的草案的討論方向來看的話 其實後續針對這個結降密的部分會配合 剛剛前面講這個國家機密保護法 永久密的這個部分的修正 那也會做一些調整 所以調整之後應該是還會再啟動另外一波的政治檔案的這個重新的檢討 但是這個後續就是選擇上還是會由 國發會這邊主要就是檔案局來去處理 但是因為相關這個結降密的檢討 跟我剛剛提到的就是這個 政治檔案條例我們朝最小限制最大開放的這樣的精神 那配合包含現在目前八條二項二款的那樣子的 國安對待關係的那個條文的限制 其實一併的調整之後 這個檢討我想應該是會比較樂觀啦 就是這個能夠在徵集審定的範圍 應該是會比現在這個包含列密 包含現在能夠應用的範圍都還有來的大 那第二個有關加害者的處置的